老大要搞定人的手段 菩萨心肠加霹雳手段 想做老要有搞定人的手段 而搞定人的核心呢 就是搞定刺头任何一个团队里呀 那些很听话的人往往都没有什么能耐 能耐很大的人呢 个个都是刺头兵 如何降服这些刺头兵呢 我总结了五点 一 贤为厚恩 高压怀柔 做老大最机会就是一上去就是失恩 没有威过的 恩会让别人觉得你就是在讨好他 拿最大的刺头开刀 不管你之后你想对他多好 你得先把他打服了 打得他不敢蹦的 这就是雷霆手段 之后随意安排才展示菩萨心肠 立威对普通大众十恩受心 孙子兵法里说 杀艺人可真万君 杀之 讲艺人 可约万君 强制就是这个意思 把最哪搞的这个刺头都制服了 那下面人自然对你服服帖帖的 当个个都怕你失 你失灯就能起到收买人心的作用 前面太好 后面坏一点点 他们都会 你估计 他叫做